200公尺舅舅間 打敗台中工藝路的火鍋街 台灣人愛吃火鍋 琳瑯滿目的火鍋店 如雨後春筍般一家一家開 在台中說到美食 大家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工藝路 從湯站到老四川 短短一公里就有10家火鍋店 平均100公尺就有一家 選擇多樣成為名副其實的火鍋一條街 但最近這個傳說要被打敗了 到底是誰就請這位客官告訴你 西屯路附近就是靠近中坑那邊 沒錯沒錯就是位在西屯路三段 短短200公尺就擠進9家火鍋業者插旗 而12公尺就一家贏過工藝路 火鍋業者競爭激烈 租金編成業者展店的首要條件 工藝路上的店面租金 每瓶約2000到6000元 周邊路段每瓶也有700到1500元 而西屯路三段租金行情平均落在850元 以30瓶店面換算 兩個商圈租金成本差了7倍 工藝路很多火鍋業者在高租金的壓力之下 營業不如預期 不到一年就紛紛退場 因此不少火鍋業者選擇租金較便宜的西屯路三段商圈插旗 也成功奪下火鍋街霸主的稱號 地產中心采訪報導 中心采訪報導 京坦 平坦 堂